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叫圣经自修课程 圣经自修课程 圣经是我每个基督徒都必须要天天阅读的 因为圣经是神所漠视的 是对我每个基督徒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你想更加了解认识神的话语啊 我相信这本小册子对你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别客气 赶快来信向我索取圣经自修课程这本小册子吧 好 言归正算 在过去的两次节目时间 我们已经开始探讨有关悔改的真理了 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谈谈有关悔改真正的意思 而且看看悔改在我们信仰生命当中的重要性 西约圣经当中有一幅图画 可以非常清楚的解释什么叫做悔改的 那这是我们十分熟悉的一个故事 浪子的故事 浪子的故事 好 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的十五章 十一节到十七节 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到十七节 圣经这样记载说 耶稣又说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对父亲说 父亲 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 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过了不多几日 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 往远方去了 在那里任意放荡 浪费资产 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 又欲着那地方大糟饥荒 就穷苦起来 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 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 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甲葱鸡 也没有人给他 他醒不过来就说 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 口粮有余 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这个年轻人 只有两个选择了 一个是饿死 一个是悔改 好 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做决定的 十八到二十节 浪子就对自己说 我要起来 到我父亲那里去 向他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 于是起来 往他父亲那里去 你看啊 这就是悔改最完全的一幅图画了 是由决定而产生了行动 那我们留意他所做的 起先他离开了他的父亲和自己的家庭 他走自己喜欢走的道路 他最后却换了了空虚寂寞 失败 没有前途 后来 圣经说 他醒悟过来了 他明白到自己的处境 并且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不对了 错了 那除非我们也来到醒悟的时刻 否则的话 神不能真正的帮助我们的 我们必须要看见自己的光景 认识自己的本相 神才可以做工的 千万不要让一些美丽的幻觉和一些宗教的术语去欺骗自己 以为自己不需要悔改 人一定要从罪恶当中醒悟过来 了解承认自己的实际情况 并且要立志去做改变的工作 要立志去改变过来 这样才行 那我曾经认识一位朋友 他是一个很聪明又能干的人 又有一份很好的职业 生活过得非常的写意 可是有一次 因为一些很特别的原因 他失去了那一份他非常喜欢的工作 而整个人也跟着就崩溃下来了 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在走投无路灰心绝望之际 他转向了神 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 然而在他生命当中的种种问题 不知怎么的 却依然得不到解决 那虽然成了基督徒了 但是他经历不到什么改变 他的家庭生活又很不快乐 他和妻子很合不来 孩子又不听话 家里头没有幸福可言 由于失去了工作 同时他又借了很多债 虽然他努力去找事情来做 但是可惜却一事无成 最后有一天 他和他的妻子来找我 希望跟我谈谈他们的情况 真是很奇妙 当他细数自己进来的情况的时候 圣灵就在他身上动工了 他本来是一个很坚强 聪明能干的人 但是在那一刹那之间 他变得好像小孩那样的 不停的在那哭泣 他在圣灵的光照底下 看见了自己的本相 他看见自己与神之间 原来仍然有问题存在 他并没有完全的改变他自己 后来他认识自己的处境了 然后向神求助 就在这一个时刻 他的生命才真正的得到了改变 在之后的几个月当中 他的生命 他的家庭 他的家人 和其他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 都有了很显著的改变 为什么转变到了这个时候才开始呢 那是因为他到现在才醒悟过来呀 所以神才可以在他生命当中动工 后来他不但自己蒙受了神很大的福气 并且他也成为了神诗人的器皿 不少人因着他而得到了神的祝福 我看见在整整两年之中啊 神是怎么样容许各样的环境和一些事物 让他走在绝境当中 而神的心意啊 就是希望他在绝境当中能够醒悟过来 然后神才可以改变他 你看这就是神对待我们的方法了 我曾经接触过好多人呢 看见不少人往往在某一件事情上不肯顺服神 不肯让步 不肯悔改 因此他们的生命呢 迟迟得不到改变 就这么一件事情 或者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他们满足不到神的要求 也就是说达不到神的要求 因此神不能在他们身上做工啊 神的要求是绝对的 他跟人没有任何妥协和商议的余地的 因此我们只有一件要做的事 那就是顺服向神降服回转归向神 那刚才我们所读的一个比喻的浪子啊 落到了一个无路可走 没有出路的绝望的光景之中了 于是他终于做了一个决定了 他说我真是太愚蠢了 我大错特错了 我不能宽恕自己的罪了 但是我要回头 我要回去向父亲认罪 告诉父亲我得罪了他 从今以后我再不配称他为父亲 我再不配做他的儿子了 我只能做父亲的仆人故宫了 这是一种真正的谦卑的表现 当一个人真正悔改的时候 他真是俯伏在地 完全的向神降服下来 他不再为自己辩护解释 乃是完全的向神降服了 于是浪子就回头了 路加福音的十五章二十节圣经记载说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 那但是决定还是不足够的 浪子需要有实际的行动啊 表示他真的悔改 那所以决定只是一个起步 随之而来的就是行动了 这才是真正的悔改啊 路加福音的十五章二十节告诉我们 父亲对于浪子回头的反应啊 那于是起来 那他就往他父亲那儿去了 乡离还很远啊 他父亲看见了 于是就动了瓷心 跑去抱着他的景象 连连的跟他亲嘴啊 动了瓷心 那这四个字表明了父亲内心深处那份真挚深厚的感情啊 是他内心最深的感受 那然后父亲从这份深厚的父子之情发展成为一种不能够自制的行动 他就往前跑 跑去抱着儿子的景象 连连的跟他亲嘴 这位慈父朝夕思念他离家的儿子啊 但是他无法表达他内心的感受 一直等到他的儿子悔改 然后父亲的心肠就表露出来了 二十一节圣经说 儿子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你看呢 本来下面浪子已经预备说 把我当做故宫吧 可是父亲不再让他说下去了 于是马上就好像是欢迎贵宾一样的去接待他 把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上 把戒子戴在他指头上 把鞋子穿在他的脚上 又把肥牛犊给宰了 用来庆祝等等等等啊 其实神的心意对我们也是这样的 好多时候我们得不到 是因为我们不肯像这个浪子那样的回改回头啊 另外一样值得我们思想的是 那个大儿子的反应了 他把这一切看在眼里 然后就生气 认为父亲坐在他弟弟身上的事啊 是浪费了 因为他是个浪子啊 那虽然大儿子没有背叛父亲 离家出走 但是大儿子并没有悔改 虽然他和父亲同住 但是他的心并没有向着父亲啊 以至后来他有这个极度的表现 那今天呢 很多人也遵守很多宗教的规条啦 生活也十分的宗教化啦 然而 这并不代表内心所发出的真诚的悔改啊 所以我们从路加福音的十五章 浪子这个故事当中啊 不但看到浪子悔改的图画 其实 这位住在家里的哥哥的表现呢 也向我们启示了一个 只守住宗教外表仪式 却不是从心灵和诚实敬畏主 顺服主的人 这是何等贫穷和可怜啊 因为这样的人呢 不愿走神恩典的道路 悔改顺服神 虽然在教会当中 进进出出 却无法享受神的丰富 那真是太可惜了 因此我们要记住 唯有我们也承认自己的罪 决意归回来 就是归向神 归转归向神 开始的第一步 也就是恨恶罪恶 离弃罪和接受神 唯有这样 神才会向我们施慈爱和赦免我们 那我们经常是 还以为只有没有信主的人呢 才需要悔改的 但事实上啊 无论你信了主多久 多少年了 仍然需要在神的面前悔改啊 基督徒偶尔也会犯罪的 神与人之间的关系 就会因为这些罪而有了阻隔了 那如果要恢复与神的和好的关系的话 信徒就应当认罪悔改 好 现在让我们看另外一个悔改的例子 是发生在大卫王身上的 按照旧约圣经的记载 大卫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伟大的一位君王 大卫也是和神心意的人 那然而像大卫这样深爱神 伟神与神的人也会犯大罪 那不过 大卫也知道要悔改 在大卫的写作当中啊 有不少是认罪悔改的诗篇呢 其中以诗篇五十一篇最为著名了 那等一下我会读这篇诗的 但是没有读之前呢 我要先介绍这篇诗的写作的背景 大卫是一位大君王了 除了神以外 就没有必要向其他人负责的了 有一天呢 大卫看见并且爱上了一个女子 名叫拔士巴的 是与他手下一个将领的妻子 大卫就召了拔士巴进宫 与拔士巴行淫 那不久了 拔士巴就怀了孕 为了要隐藏自己的罪行 大卫就借行军打仗的名义 就设计杀了拔士巴的丈夫 然后娶了拔士巴做自己的妻子 然而神借着先知拿单的口 就揭露了大卫这个罪行 并且指着他 于是大卫就悔改 后来就写了诗篇第五十一篇 那这是一篇向神悔罪的导文 我们一起来看看诗篇五十一篇 第一到第三节 大卫说 神啊 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 按你丰盛的慈悲 涂抹我的过犯 求你将我的罪孽 洗除尽静 并结除我的罪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 我的罪 常在我面前 你看看 大卫知道悔改认罪的需要 并没有做出许多的什么借口啊 或者是解释啊 好 我们继续来看看诗篇五十一篇的第四节 经文说 我向你犯罪 唯独得罪了你 在你眼前行了这恶 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 显为公义 判断我的时候 显为轻正 好了 希望你注意了 大卫很清楚的 认识到他自己所犯的罪恶 不单是得罪了人 而且得罪了神 大卫 他承认自己的过犯 然后继续向神祷告 我们来看看 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 他这样说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 就有了罪 大卫认识到自己 生出来就是一个罪人 拥有犯罪的本性 大卫坦白的承认自己的罪 并且求神宽恕自己所犯的罪恶 同样 我们如果犯了错误 就应当向神认罪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好 我们再来看看约翰一书 第一章五到十节 那使徒约翰这么说 神就是光 在他毫无黑暗 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 又报给你们的信息 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 却仍在黑暗里行 就是说谎话 不行真理了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 如同神在光明中 就彼此相交 他儿子耶稣的血 也洗尽我们一切的罪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 便是自欺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 便是以神为说谎的 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 你看 这段经文很明明地告诉了我们 我们不能说自己无罪 也不应该隐藏自己所犯的罪 伴着是 好像是从来没有犯过罪那样的 我们大可以这样去欺骗自己 但却不能欺骗神的 因为神是全能全智的 那假如我们愿意诚实的向神认罪 神就会向我们做两件事 第一 神会宽恕我们的罪 第二 神会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好了 让我们再来看看大卫所写的诗吧 请看诗篇139篇21到24节 那大卫这样说 耶和华啊 恨恶你的 我岂不恨恶他们吗 攻击你的 我岂不增厌他们吗 我切切地恨恶他们 以他们为仇敌 神啊 求你检查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在大卫的一生当中 大卫是很关注神的仇敌 大卫说 神啊 若有恨恶你的仇敌 也就是我的仇敌 我同样恨恨这些人 我曾经对好多人说过 你如果是容让魔鬼 魔鬼就住在你里面 你如果恨恨魔鬼 魔鬼就远离你 那有一个年轻人呢 问牧师这样的一个问题 他说 牧师啊 我有一个关于情欲的问题 我就发觉自己在情欲的事情上 感觉的非常的满足 你以为神会不会拯救我脱离情欲 牧师就回答他说了 当然不会 既然你喜欢情欲的事情 神又怎么会夺取你的情欲 神不会救你脱离你的朋友 神只会救你脱离你的仇敌呀 你想想 假如你将神的敌人 当成的是你的敌人 神必定会拯救你的 那么我要问你了 你愿意以神的仇敌 成为你的仇敌吗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第五路兵这样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的 那当时西班牙人呢 互相仇杀呀 当中有一个军官 问另外一个军官说 哎朋友啊 你既围困这个城市 你打算怎么样攻这座城呢 那被问那个军官就回答说了 我打算四路围困在座城 一路从东面攻城 一路从南面 一路从西面 以及一路从北面 停了一会儿 这个军官继续就说了 但实际取城的是第五路兵 但第五路兵是从何方进去的呢 其实第五路兵早就已经埋伏在城里头了 第五路兵不是在外面攻城的 而是在城里头跟外面的军队 里应外合去攻打这个城的 所以如果基督徒真的失败 就只有是被第五路兵所击败了 魔鬼不能在外面攻击你的 那只是在你心里头早就已经埋下的伏兵 如果你心里有这样的伏兵的话 魔鬼就能够将你击败了 如果你容让这一路兵留在你心里头 但假如你愿意学习效法大卫的那样说 神啊求你检查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那这样的话呢 你所祈求表明你与罪恶宣战了 要铲除你心里头的仇敌了 这就是悔改的行动了 那说到这儿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旧位圣经另外的一幅关于悔改的图画 好我们看看立位记 立位记第四章三到四节 圣经这样记得说 或是受高的祭司犯罪 使百姓陷在罪里 就当为他所犯的罪 把没有残疾的公牛毒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 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 在耶和华面前 按手在牛的头上 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 那这是悔改啊 祭司把手按在公牛的头上 然后认自己的罪 那这样呢 他的罪就会从他身上转移到公牛的身上 而公牛就成了赎罪的寄生 要被宰杀 你看呢 这是旧约时代赎罪的情况 但是认罪的意义和心智呢 都是相同的 凡是犯罪的人都必须要悔改 承认自己的罪行 这是十分重要的 从旧约的这个礼仪 我们就能够体会到 神从一开始就启示了以色列人 他是一个恨恶罪恶 怜悯罪人的神 他也愿意我们能够离开罪恶的挟制 与他重新和好 那所以他一路就引导我们悔改 旧约时代借着宰杀牛羊献祭 表明心智 那如今呢 他要我们借着接受耶稣基督羔羊的宝血 归向他了 神的灵会指出在我们生命当中 要悔改的地方的 会指出我们经常所犯的罪 也就是我们最脆弱的地方 圣灵不像一只巨长那样的 伸下来掩盖我们的罪 那相反呢 圣灵就好比一只指头一样的 指出我们所犯的罪 我们的恶 他是指出我们的 而不是掩盖我们的 当我们愿意签得顺服在神的面前 我们就能够看见一个突破口 然后我们得到了拯救 神能够再一次的 教证我们的方向 等待我们 就好像那个浪子一样的 向他父亲认罪悔改 于是他慈爱的父亲就接纳了他了 神要说 孩子啊 我正在等待你回转呢 我已经预备好迎接你了 你可以脱去你的破衣上了 戴上拳柄的戒指 穿上公义的袍 换上那双和平的福音的鞋子了 弟兄姊妹 在你心中 如果藏着悖逆 就不能够得到神完全的悦纳了 因此 你和神之间的事情啊 就必须要搞清楚了 你所想所做的 如果不合神的心意的话 那么就必须要把他教证过来 只要你有这样的心智圣灵 就会给你指出 你需要改善的地方了 那 我希望你注意 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 所说的一段经文 圣经说 因凡遵守全律法的 只在一条上跌倒 他就是犯了重条 同样 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上 我们要在每一处地方 遵行神的话语 让我们再次的回想 大魏的祷告吧 神啊 求你见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 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阿们 好的 弟兄姊妹 悔改 对没有相信主的人来说 同样是重要的 基督徒 也同样有罪性的 因此 需要认罪悔改 求神 祝福你 最后 我们 一起来 做一个祷告吧 神啊 感谢你 因为 健康的人 用不着医生 你来 不是招一人 那是招罪人 求你 开我的心窍 叫我 常活在圣灵的光照指引之中 不叫我的内心 有任何的 黑云 阴影 遮蔽我 和你的关系 原来没有人可以躲避你的面 所以我也不遮掩自己 我把自己带到你的跟前 我的心愿意谦卑下来 慈爱的父 如果是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 求你赦免 为我造清洁的心 正直的灵 好叫我心中的意念 口中的言语 在你面前蒙悦纳 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好 今天的时间又到了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